好 不只是新竹贡丸啊 肉类啊 鸡蛋啊 都在长鸡蛋 我们才讲说破了史上新高 芭樂涨到了五年来的新高了 菜市场现在有的一颗芭樂 已经逼近一个便当的价钱 什么都长 吃水果走行了吧 但来到水果行看看芭樂的价钱 已经五十元 有没有看错啊 原本最评价亲切的芭樂 竟然也涨价 贵的惊人 也要三四十块啊 因为气候一直不稳 然后台风一直来啊 这样五十啊 现在五十啊 但是想吃的时候也是会买一个 一两个啦 就是不像便宜的时候 一买就是买两三斤这样 真的不是普通贵 问婆婆妈妈最有感 芭樂以前一买好几斤 现在只敢买几颗 一颗多少钱 一斤五十元 这一颗一斤二两 要价五十九元 芭樂一颗 逼近便当价格超级贵 来到高雄宴朝 芭樂最大产地 产销班也很为难 因为产量真的太少 那一同时段来平了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量 都未必见得有 它的量是往年比较低 所以它的价格会是往年比较高 果农解释 由于去年年底 低温又下雨 芭樂严重落果 产量比起往年少了三分之二 少这么多 价格当然往上标 以往批发价一斤十元 涨到一斤二十二元 市场价更是一斤标到五十元 创下五年新高 万物起涨 连芭樂也标到天价 爱吃芭樂的民众 如果不想多花钱 今年恐怕要忍一忍了 记得今天和歌手报道